海明威雇居54隻多指貓 安然度過颶風期 美國作家海明威曾經養的貓 所剩的後代 在佛羅里達郊島群上 安然度過了颶風清洗的日子 基維斯特海明威雇居博物館中的 54隻多指貓 以及10名勇敢的員工 全屬平安 上週由於颶風愛馬來襲 佛羅里達郊島群 發布全體撤離通稿 但該博物館總經理Jack Sands 卻留在原處 他認為自己有責任 確保貓和土地的安全 這些喵心人似乎知道 有天災將至 而在低壓逼近時 全數都進到了屋內 博物館18英寸厚的石灰石圍牆 應該也有助於抵抗強風 共有10名員工待在館內 在颶風期間照顧這些貓咪 颶風過後 環境仍不算完美 因為水 電 網路都斷了 但幸好他們備有發電機 食物與醫療用品